你如果很簡單 去吃飯 這裡你打個電話去 我是鄧先生 兩個位八點半 這三個問題 什麼名字 幾個人 幾點 很容易而已 北京不是的 那時候八三年 你打電話去 他第一問你 你告訴我是鄧先生 他不理你 你拿什麼護照 因為第一 外國護照他可以多些 中國人同胞 他會負責中間的價錢 本地人他可以便宜一點 第二個 問你標準 他不想知道你想點什麼 沒得點的 你想100元 200元 300元 第三個問題 你有多少司機 因為共產主義 就要養你的司機 所以 我們看得很清楚 很簡單的文化 完全是不同的 在香港很簡單的吃飯 去訂一張桌子 在北京訂一張桌子 完全是離行離辣的文化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就知道根本 第一 我們如果說中國的文化 和國內的文化 是很大分別的 說到90年左右 我就和一個油佬做事 去找油 那時候海外 中國在黃海 和東中海 和南海 說有很多油 我和這個油佬開了10個油井 一滴油都沒有 半滴都沒有 實在 中國那裏 說這麼多油 完全是海外沒有油的 全部失敗的 到了90年 根本 又沒有得發達 又不想做法律界 又不可以回去教書 做些甚麼呢 我就不如 跌在心水 去賺錢 所以現在我就開始告訴大家 那個秘密在哪裏 我就坐在那裏想想做甚麼呢 我在北京的時候 儲了很多錢 不是很多錢 儲了一些錢 買了一些畫 爺爺又留了一些錢給我 不是那麼多 因為那時候差不多離婚了 全部被他老婆娶了 你明白嗎 所以也有少少 買了很多畫 但是 忽然之間我就發燒 不知為甚麼 經常去買畫 看到畫家就全部立了 有很多人說我神經 我想不如利用這些畫 我既然在文化上 喜歡這個文化上 不如利用這批畫去創業 賣畫是很難的 因為賣畫我又不認識 又要開畫廊又要成 我想想不如這樣 我認識就認識成 現在肥肥大胸 那時也沒有這麼胖 我便說 不如開一間會所 叫做中國會 全部是有中國的文化 起碼進入後 有中國的感想 還有氣氛 誰去過中國會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 那時剛好 中國銀行大廈上高 頂樓 就是中國銀行要搬 因為IMP剛起了那一間 我便出盡力量 去說服朋友 跟我去北京行長說 即是說 我想要他上三樓樓 實在是不行的 他根本沒有想到要租出來 要被人做會所 但是剛好得到那一間 那個行長喜歡吃雪茄 剛好被我撿到他的心 送幾盒雪茄給他 搞定了 後來他被人抓了 坐牢 幸好我不是給那麼多雪茄 他沒有給錢 就是低調一點 所以我第一件事 我想告訴大家 是人權的問題 有很多人說 你這麼成功 是來源在哪裡 現在每天都有些書 說Richard Branson Rupert Murdoch Warren Buffett 但是這些我覺得 是假的 不是假 一半是假 為什麼呢 現在他們做了成功 有成就 你看回以前的 根本很容易 拿以前的事實 來吸引現在的理由 就是他說 Richard Branson這件事 難怪他這麼成功 十五歲已經賣 舊的單車在學校 實在有幾千幾萬人 都像他一樣 賣舊貨 你明白嗎 但是有沒有成功呢 沒有成功 為什麼我們沒有聽到 因為他沒有成功 失敗了 所以有很多人說到 以前的經歷是怎樣 所以今天是成功 我很多時候是假的 上兩個月 我在Walton Business School 我的老朋友叫我講話 一千人在Walton Business School 我說你們不要這麼懶得 在剛剛的地方 剛剛遇到某一件事 這些是緣分 所以我頭頭和大家說 這個秘密 實在我要提醒大家 我講一講 你們會知道 這個秘密 實在你管不到 有很多人和我見公 說我很努力 我一定會聽你說 我會很心紅 我不想聽 每個人和我找工作都是這樣 你有沒有 是不是幸運